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两位啊 我求证一下啊 说认识了八天就决定在一起了是吧 是的 那就叫一见钟情可以这么理解吧 是的 那时候在我们公司的活动上认识的 他是我们请的一个嘉宾歌手 我刚好是活动的对接人 哦 然后就然后了 然后然后我跟你们讲啊 然后人家没有你们想象的八天在一起之后 就那么草率的进入婚姻 人家两个人千难万显的又谈了五年 在五年零八天的时候 这俩人决定结婚是这意思吧 是的 现在孩子有多大呢 大的五岁小的八个半月 哦 男孩女孩 两个都是男孩 俩男孩累不累 痛病快乐的 你得了吧 这话问他才对 全职太太是吧 嗯是的 生了孩子之后就一直在家带娃了是吧 对 呃 今天谁要来 是我 我就想 借此问一下我老公 咱们这风风雨雨十年走过来 你还一如既往的爱我吗 呀 这问题问的很严肃啊 严肃的回答别笑啊 哎 我这听着就很敷衍 哦 您在现实生活里发现了一些什么 经历了一些什么 才问出这样的问题 说你还爱我吗 因为我觉得他越来越不在乎我了 过去跟现在差别太大 好像我有点被他屏蔽在他世界之外了 哦 这个我们怎么理解呢 他是怎么屏蔽你的呢 就是他对我有点挺不关心的平时 比如说我这有点不舒服啊 或者是我的心情不太好之类的 都跟他我没有关心 哦 你希望听到的答案是 我希望听到他说老婆我爱你 哦 我说每次都爱 这是爱 我来问问生活细节吧 这个资料还没说您自主创业是吧 忙吗 挺忙的 应酬多吗 多 每天晚上都要应酬吗 那也不一定 啊 但基本差不多 一个月三十年有二十八天都在喝酒 啊 最让我害怕的是 我真的是想起来 我现在想起来我都一肚子的火 当时因为聚会他有带上我 去之前我就跟他讲 我说你咱今天能不喝酒就少喝点酒 晚上我开车我有点怕 他说好 结果到了那边 完了 两杯红酒下去咔咔咔灌下去 来者不去谁敬他都喝 啊 那只好我开车 开到半路上的时候吧 他突然间从后面咔的一声给你吐过来 吐的整面挡玻璃镜全部都是那个呕吐物 我身上到处都是 真的把我给吓得 当时我就忘记我在开车了 我下意识地就转沟头去看 结果我的那个车就撞绿化带上去了 当时真的笑坏了都 就那种恐惧感 你没有办法去形容那种 我下了一个晚上不敢睡觉 是是是 到第二天早上我好不容易忍到 因为当天他已经麻了 没法说 没法沟通 我就第二天等到早上 他醒了我就跟他讲 我说咱以后能早喝点酒吗 他不理解 他说我喝点酒怎么了 兄弟 我这是应酬需要 我喝点酒怎么了 我解释我不耗酒 我不耗酒 我在家里两个人以内 我 是是是 你一个月不就两天在家吗 二十八天在外头 你还不耗酒啊 这就我明白 他为什么妻子会问出 你还爱我吗 就是对家里的关照不够 是的 他现在这个全职太太的一个状态 你满意吗 他跟我妈相处挺好 这个我非常欣慰 也非常开心 跟你妈相处很好 但是 这两天来天津 刚刚在门口接一个电话 那个保安打过来 他说我们保安亭都快被我家的快递给淹没了 那是因为我平常我不逛街 所以我的东西我也只能在网上买 那这不是刚好换季了吗 家里大大小小一家都给我买 那能不多吗 买东西多你要买有用的 你不能一个东西同样的一个东西 你买个十遍二十遍 那就有点无法理解了 因为有些快递可能买回来之后放在家门口 甚至还没进门 扔掉了 就夸张 买鞋柜不就得放门口吗 主持人我是真的没空去购物 我每天带两个娃 虽然说我婆婆帮忙 但是我不能把两个娃都扔给婆婆是吧 太不厚道了 那每天两个娃已经很辛苦 每天早上起来得给娃吃 吃饱了我得给她换洗给她梳洗 完了之后还得给她逗她玩 然后等一下她又得哄睡 我又说忙得我真的连早餐中餐都没空吃的那种状态 然后她竟然在这种时候 她说你真的是太闲的 你就才天天关注我 不然你就上个班 她觉得说我是太闲了 真的她完全没有办法理解说 你抱着两个白白胖胖干干净净的儿子 吃着家里香喷喷的放菜 享受着家里一尘不染的家 你以为这背后都是自个儿来的吗 你觉得全职妈妈很简单是吗 您辛苦了 你看她完全在家她不会这样说 她说这点小事 你就别天天唧唧歪歪了 您是不太满意她做全职太太听起来 也不是 我说的工作的意义并不在于 因为可能我们相识也十年了 可能在前面的五年 甚至前面的六年的时间里面 去的时候 我就拿了户口本拿了结婚证 我说走我们去民政局她也陪我去 那每次去到民政局之后吧 她就开始又死皮来脸的 就说我错了我错了 你有没有去过啊 去过 我当时是真的想要跟她离婚 我过不下去了 我就觉得我真的很累很累 她又不理解我 她觉得我能让你看到我 我就每天又回来了 那就是对的了 她回来家里一头栽到那个床上 袜子也没法脱 就是最醉的嘴上还喊着我没醉 但这醉到都躺在电梯口了 我有时候出去我真的吓到了 感觉她回来挺久 怎么没进门了 我出去一看 躺在电梯口 那个脚还在电梯里面 然后那个电梯门吧 就这样开关开关开关 这个你完全没意识吗 意识到家了 我真的吓了魂都快飞了都 她还说我没醉我知道 所以我真的我无法 我当时真的 但是我说我宁愿我是离婚的 我也不要散偶 她觉得我这句话是说错了 还跟我闹 所以我们就去民政局了 明白明白 但是先生觉得没那么严重对吧 她刚讲的有点夸张 因为那个是之前做通讯类的 可能生活是这样子 现在不是 但现在的话可能晚回家 因为这段时间可能近这一年 你现在还不如当时喝酒 你当时喝酒还会疼我爱我 你现在是少输去了 但是不关心我了 就我像我刚刚说的 她可以花三四个小时去拼一个乐高 她不愿意花三四分钟跟我讲一句话 我又跟她哒哒哒哒哒 我说半天她听完了 哎 没声音了 偷胎起来 你刚说什么 要不你再说一遍 是吗 现在的这种生活 其实就是可能在公司的事情会比较多 所以回家的相对来讲比较晚 前两年她可能会更多的说 你在外面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现在是 你现在都不跟我说话了 因为我现在回到家可能跟她 听起来好像挺热闹 但实际上你仔细想起来 在这个背后两个人心里面 可能都有一些不适滋味 你在感受到妻子那种对婚姻无奈的时候 你也可以感受到丈夫 对这段婚姻那种无力感 老师们你们看看应该怎么办吧 我们一起进入邱比特问卷 可能很多电视前的观众听到你们两个故事 会觉得无病呻 觉得两人过得挺好的呀 听起来 生活富足 一双铃儿 婆媳融洽 丈夫能干 妻子持家 挺好的 但其实你们现在恰恰是婚姻当中最危险的时刻 你们还记得两个人谈恋爱是因为什么会在一起吗 就是因为彼此吸引 就是因为彼此有说不完的话 就是因为八天的时候就一见钟情 就是因为我的眼里只有你 我的全世界都要和你分享 但是现在呢 你会觉得这个女人现在已经不懂你了 她在你的耳边叨叨的都是那些柴米油盐 她不懂外面的世界 她跟你没有共同语言 可是其实这并不是她的错 你们两个都没有错 你们都在努力的为这个家庭创造更好的条件 但是谁错了呢 是你们之间的感觉错了 我为什么说你太危险了 如果我没记错 她的原话就是 我不知道跟她说什么 我跟她没有共同语言 很多男人最后婚姻有问题 都是从跟妻子 没有共同语言 她现在特别希望你走出你现在生活的这个圈子 第一走进她的圈子 我相信她肯定曾经邀请过你说 哎 我们有一个朋友聚会 你要不要一起来 你拒绝了她 因为我孩子放不开 对 你拒绝了她 对 所以你应该走进她的圈子 跟她拥有共同的朋友 拥有共同的话题 走到她身边去 而不仅仅是把她拽回到家里来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当时你们到处奔波的时候 是一个互相扶持 互相帮助 互相鼓励 并且目标一致的那个状态 因为它所有的付出你都看到了 因为它是在跟着你走 对不对 你们俩是在共同为一个目标做努力 而恰恰问题就出现了安顿下来之后 反而你们的沟通没有了 家冒是定下来了 但是你们又有两个不同的目标了 因为它的目标很明确嘛 就是照顾孩子 全职妈妈 而你呢 这样你刚才说 不是生存了 而是生活了 所以因此你们有不同的目标了 也就是说你们在两个不同的世界 疏于了沟通 回来跟你聊聊孩子 你都没有这个耐心 你对于这个家庭价值完全缺位 再这么下去的话 这个家就不复存在了 因为家之所以成为家 它不是一个房子 它是要有感情在里面 你所有的奔波为了什么 为了他们 为了孩子 恰恰你却忽视了他们 对不对 所以不要那么自私了 旅顺的目标 让两个目标合在一起 成为家庭的共同的 唯一的目标 那问题就解决了 同样我想跟女兄说的是 让老公回到身边 并不是说你必须接点接点回来 而是说把自己经营好 在老公面前 还是那个认识八天的那个女人 不要一味地抱怨 要用积极的心态 去解决目前的问题 就这样 谢谢 其实一上场 太太问了先生一个问题 说我们风风雨雨十年 你还爱我吗 先生是有点嬉皮笑脸地说了爱 我相信你们是相爱的 只是十年一路走来 真的忘了如何去爱 忘了最初 你们生活家庭模式的现状 是你们二人共同的选择 对吧 是你们共同选择了 在人生的这个阶段 男人更适合去全职工作 女人更适合去全职照顾家庭 既然做出了这样的选择 全职工作的这个男人 当你在外面全职工作的时候 回到家就要放下工作 去陪伴全职在家的太太 全职在家的太太 既然选择了这样的角色 那当全职工作的先生回家之后 是不是也可以关注一下 他的职业生活 就像你刚才说的女生 你说 哎呦我腰疼 以前她会给我揉一揉 现在我说我腰疼 她说你去睡觉吧 其实她的心里会想说 以前我说今天生意上不愉快 跟客户生气了 那我太太会说哎呀怎么回事 她怎么这样啊 老公你别着急 怎么现在我老婆什么都不问了 就只说家里边那个柴米油盐 其实她心里感受是一样的 你明白吗 真的要互相谅解 互相包容 当然先生你要承担的更多 其实你一点都不聪明 你28天在外边应酬工作 固然是多了 但你真的一个月抽出两天说 哎呀亲爱的 我带来一瓶特别好喝的红酒 宝宝们睡觉了 咱俩今天小喝一口浪漫一下 你这一天的酒 顶你28天不回家 你明白吗 婚姻需要经营 感情需要不断地去推积 我们一定要在自己觉得生活很平淡的时候 找到让生活有亮色 有色彩的这个点 才能让彼此愉快地生活 现在你们的小宝还小 八个多月 那在这个阶段 真的先生我要建议你 多去关注她 多去关心家庭 即便是拼了高摇带着爱人 因为在这个阶段她很不容易 她的世界只能是小朋友 还有你 在这个特殊的时期 希望先生做得更多一点 去体谅一下全职太太的不义 也希望这个全职妈妈 辛苦的同时 也去多关心一下自己的老公 我相信你们一定能度过这个人生的特殊的阶段 祝福你们 谢谢 要靠应酬去 你想说什么 你就说吧 没什么 我是爱他们两后心 都还好好了 都要互相体贴一些 要互相体贴一些 这个如果说有错的话 儿子错得多 媳妇错得多 今晚儿子错得多 她喝酒说是用食物喝酒多 我问您一句啊 他们俩要离婚您同意吗 我不同意 他们俩要离了婚您跟谁过呀 要是离婚我要跟我媳妇过 谢谢啊 来请回请回 这话说起来咱们哥哥一乐啊 这个特别提醒你 其实在现代婚姻当中最危险的就是这种 这就算第三方力量介入了 其实你也应该注意这个问题 跟婆婆关系好事 但是不要介入到夫妻的情感当中来 因为她介入有时候 丈夫也会像老师们说的 她没有存在感啊 她会很孤独啊 所以你不要给她这种感受 同盟君其实是你们俩 是你跟她 一起进入真情六十秒 这风风雨雨十年 可能我在外面的时间会比较多 关注到你的时间 相对会变得非常少 但是对这个家 你是不可欠缺的那一部分 你一直问我爱不爱你 我是个初人 我不能谈这个 可能我们现在更多的是已经从 爱情转变成亲情 我希望你在 我只是想要你简简单单说 你不能没有我 我不能没有你 如果心里真有 干嘛不去按照她更喜欢的东西去表达 供你参考好吧 谢谢两位请回吧 谢谢你 好 请关门 请开门 有请我们的小花童有请 谢谢 哭了 为什么你总是说我的问题 却看不到我的真心 你根本不懂得怎么恋爱 什么事都要问哥们的意见 我真的不知道自己 到底在跟谁谈恋爱 你有把我当成男朋友吗 感觉我就是一个让你使话 干力气活的用人 咱们俩从来没有评论过 你真的太自私了 对自己和对我永远是双重标准 扣门还不让别人说 掌声有请这一队 有请 小吴 22岁 来自河北 学生 小李 22岁 来自内蒙古 学生 欢迎两位 我刚好 你们是同学是吧 一个班的 谈恋爱谈了多久 一年多了吧 就是谁要来的 是我要来的 干嘛 就是说他这人嘛 在一起一年多了 谈恋爱没有主见 什么事 问哥们 问社友 然后还特别扣 扣不让说 特别双标 对我和对他就两个标准 行行行 不可能啊 谈恋爱问哥们 你们谈起来还问哥们吗 就是嘛 一开始嘛 我俩是一个班的 但一开始不认识 后来我俩就学校有个小活动 就在一块 然后就加了微信 就一直加上就聊嘛 聊就聊就觉得 就挺有趣的 就一起出去玩什么的 一来二去就这么 就在一块了嘛 对了 在一起一段时间 我就感觉他这个人 就跟微信上 聊的就不是一个人一样 怎么个意思 就那些聊的什么话题 什么电影 什么电视剧的 就是对不上号的那种感觉 你知道吗 不会吧 真的就是这样的 谁聊的 我社友帮我聊的 我都不知道 我到底是跟他谈恋爱 还是跟他社友谈恋爱 我是跟他的躯壳 跟他社友的灵魂谈恋爱吗 我的隐私 我感觉都被别人知道了呀 那我后来不都跟你说清楚 我给你澄清了吗 是你是道歉了 但是你后来又改吗 平时在家吵架什么的 你又让你的哥们出招 我先把这件事问清楚啊 聊了多久啊 不长 不到一个月 那就说你哥们追他追成功了 我在旁边 我让我哥们帮忙嘛 我不会追他嘛 帮忙 自己就撒手不管了嘛 就直接把手给人家了都 我也没有撒手不管啊 我就是说我不会 我第一次我初恋嘛 我没有什么经验 我让我哥们比较有经验 我就说我不会说话 你帮我说说话 不 咱们把这情境说定啊 是说你把手机给我了 说让我跟他就直接聊了 还是说你不知道问问我 我跟你支两句 对呀 我有时候 是哪种 都有嘛 就是有时候 都有啊 他说谎 我根本就不是啊 后来听他哥们喧 明明就是他哥们自己聊的 他说他有参与 听明白了听明白 我不是为了追到你 我才这么做的吗 行了这事过了 反正你也原谅了 后来呢 后来啊 就是我俩反正吵不架 嗯 他就求助他那哥们 我都说了 特别介意这个事 我俩吵架 他就又找他那哥们 让他哥们帮写情书 装病骗我下楼 就特别幼稚搞的 一闹矛盾你就分手 分手之后就拉开我的微信 连一方式全部都删除了 我只能找我时候有帮忙吗 想要小招给他骗一下来吗 不是为了挽回他吗 那这不让人担心吗 装病 你装病过多少回 说不清啊 就经常下达病危通知是吧 差不多是这意思 那不是因为他经常分手吗 为什么常分手啊 他这个人吧 他不会说话你知道吗 就说话特别人生气 平常比如说我微信上给发个 我想你了 你晚上会哦 要不就是你多想想你学习吧 你四级又挂了 我回个哦代表我不关心你是吗 我们大学生不应该关心学习 关心什么呀 那你干嘛谈恋爱呀 谈恋爱跟学习有什么 可以兼容吗 这有什么呢 是可以兼容 人家说我想你了 你兼容一下应该怎么说呀 我关心他学习 这也是关心嘛 让你兼容 是他关心我学习 关心我学习的到我问他提的时候呢 我不会嘛 他是那个专业对口上来的嘛 然后专业课我就差一点 问他学习让他教我学习 那个居高零下的样子呀 就好像我欠他似的 求着他似的 讲一遍就骂我笨什么的 学习你也没好好教我呀 那本来就是一目了然就会 动动鼠标就完事了嘛 但是我是你女朋友 你不应该对我耐心一点吗 多教我几遍怎么了 你耐心吗 你耐心会跟我一遇到什么事 就分手是吧 为什么分手 还不是因为你情商低 态度也不好是吧 对 刚才说的他抠是吧 怎么抠啊 他这个人吧 平时自己就爱网上 团那些十几二十块钱的东西 身上脸上就用上了 给我也买那些 上回给我领完优惠券 三块钱买了一个半袖 我不想穿嘛 不穿又生气 然后穿了一下午 晚上回去身上特别痒 室友一看 提了一身红枕子 那肯定是半袖事啊 你别看那三块钱啊 那原价四五十了你知道吗 商家都是傻子嘛 就你让你占便宜了 便宜没好货这个道理 你听不懂了 哦 是 便宜没好货 那贵的东西呢 那画你不是当场撕了吗 你还好意思提那画 什么画 他看人家主播 直播了 就是给一个照片 然后把你的画像 手挥下来 哦 他给我买了 回来 然后那个 像块 那木头蟹都直往下掉的那种 我就想 那很便宜啊 因为他经常买这种便宜货嘛 画的价值是在于他的画 不在于他的框好不好 再说了 你怎么说的 上来就说 哦 几块钱在网上买的嘛 怎么着 我只能买几块钱的东西给你是吗 你还好意思说 你当时怎么说的 我为什么把画撕了呀 你当时怎么说的 要不是因为便宜 我能买给你吗 在你心里 我是那种很便宜的人吗 我只能用便宜东西 你不是吗 出去玩 你知道吗 出去玩 拿那个粉底液 拿那个粉饼 那个粉底液 给人晃 知道吗 明明没有了 还要给人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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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磨的呀 就看不到 还要给人磨 你要跟别人看 说啊 我男朋友给我买不起粉饼 买不起粉底液 你要告诉别人 你男朋友抠 还是告诉你男朋友没钱是吧 是 平常这些小事 就显出你了 那回他非要闹着要去旅游 我说我那个月吧 零花钱不太多了 我那不去吧 不去说 我都说好了 我都跟我室友炫耀了 你再不去 你不丢我人吗 我说那行 慢去吧 这钱我也不说不还他 你先垫着嘛 嘿 回来立马跟我说 这钱咱俩得AA 你必须得还我 那旅游这么大的钱 我自己能承担得起吗 如果我能承担得起 你觉得我会给你AA吗 我也没说不还你呀 你现在突然要跟我要 然后我跟我设有戒 搞得我特别狼狈 这时候你不觉得丢人 不觉得我丢你人了吗 我真的是没有办法 承担才给你要的 你觉得我是不爱你 我才会给你要的吗 他就是这样 这么大好不好 每次我俩就因为这个钱吧 就必吵架 后来嘛 我也想招了 我俩就弄了一个卡 就是每个月 我俩各自放点钱进去 一起什么吃饭 什么出去玩 都花这边钱 一开始吧 还挺顺利的 后来吧 花这花就不是那么事了 我看钱花花往下掉 哪去了 一问他 他自己花了 那凭啥呀 一两块钱也叫钱吗 我拿那个去刷个公交卡 去买瓶水 这叫钱吗 怎么都要给你汇报呢 那是我们一起的钱 平时不告诉我 你自己就花了呢 我觉得那个特别小的事 不用给你一一汇报吧 小强就不叫钱了吗 大强你分得特别轻 小强积攒起来 那不也是大强吗 你现在给我分了是吗 当初你可没分 内蒙带了个学弟 好吗 俩出去玩 一个星期天天出去玩 花里有一小一千吧 你也没说什么呀 然后 我们那边本来就是 你一对我一对 我就是这种性格呀 是你要闹这 AA的对不对 这是你先挑起来的 我跟别人都不这样 就跟你这样 原因在哪 你不知道吗 好 他们玩完之后 你知道还干嘛吗 约定一起回家 好 你们老乡 我理解你们一起回家 然后呢 又一起聊了一个月 天天聊还是那种 在我面前都跟他 那个学弟聊 你们有什么好聊的 我现在跟他还有联系吗 我现在不是 跟他不联系了吗 是 后来不聊了 我跟他激眼了嘛 他不聊了 好 改方式的 手机上按视角软件 每个视角软件上 都有 最起码一两个异性吧 我跟他在一起的故事 他都跟人家说 怎么着 我就叫谢里斯 你这不叫是吗 那怎么了 平时跟你说话 在那吵架 我又憋着 社交软件嘛 那本来就是 互相分享情感故事的 人家又不知道 我们是谁 就当讲故事一样 而且你又说不出好话 谁不愿意听好话呀 对不对 你平常说什么 我问你 是不是我胖了 你咋说的 你那是胖一点吗 你胖很多好吗 你赶紧少吃点吧 天天吃那么多 我应该骗你是吧 谎言是对的 现在是吧 再说了 聊天找不到我 干活就想起我了 他们全出了的水 我打的 买饭 我来 我给他买饭 我要开着视频 我一个菜一个菜的 拍给他 问他想吃什么 哪个菜好吃 给他买回去 你说我男朋友 你给我打个水 买个饭什么的 而且摄友 那顺道了嘛 你又不能少胳膊 少个腿的 至于那么矫情吗 然后之后就更过分了 搬东西 拿快递 你找个全职男猫 摸好不好 这些他全包了 不用男朋友 反正你聊天也不找我 我发现你今天真的心眼特别小 就这种事 那我以后不用你了 不行了吗 咱俩没办法继续下去了 我觉得 反正就你这个性格 我也觉得没法继续下去了 那今儿来这儿干嘛呀 可是他不好好聊啊 你看他 不是今儿来这儿干嘛呀 就是想让 就是老师们 给我们解决一下 解决啥 你们都不聊了 解决啥 平一下这些事的礼貌 除了干活 别的什么都不找我 你看他聊天有学地 哎 有软件 别的不找我 所以你 所有的技能里面 你技能最好的 其实就是干活 对吧 不是 是对他有用的 只有大活 那你怎么跟他聊不起天呢 你跟别人能聊天吗 我不是说不聊天 我聊他都不感兴趣 你跟他聊都愿意聊什么呢 我喜欢看动漫 我跟他聊动漫 他不喜欢 我喜欢篮球 跟他聊篮球 他不喜欢运动 那你当时为什么追他呢 你喜欢的他都不喜欢 首先就是那个人好 人好吗 人好啊 他第一开始对同学是挺好的呀 我第一开始我最大忙 我问你现在他人好吗 现在 人是好人 就对你不好是吧 对嘛 我怎么对你不好啊 就不吵了不吵了姑娘 喜欢他什么呀现在 其实他就是 有时候吧 就是我可能有时候比较任性 脾气比较大的时候 无力取闹的时候 其实他还是比较包容我的 你们今天想来干嘛吧 我就让老师分析分析 这其中到底是谁对谁错 对错有那么重要吗 我觉得很有必要 我觉得就是我们之间 那肯定得有一个人服软嘛 大家都没服软呢是吧 老师要说你错了 你会服软吗 老师要说我错了 我肯定服软 哪怕他们说错了 不是哪怕他们说错了 一个人说 对他说我错 我不承认对吧 但是那么多人说的话 我觉得我就有错了 听明白了 今天他是让大家来投票的 大家觉得他错了 请你们鼓一下掌 这可比老师的人数多多了 兄弟 问错吧 我觉得老师更具有权威性 我觉得老师更具有权威性 所以你是要选择你想听的 女生来是干嘛的 我就感觉他这个人吧 就特别较真 我想让他改改他的脾气 能不能好好去学习说话 那老师能不能好好 给你们分析分析 你们俩这恋爱谈的吧 来 我们一起进入 秋比特问卷 想问我们你们俩谁错了是吧 你们俩都没错 你们俩唯一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让人觉得特别地难堪 你不给全宿舍的人打水打饭 怎么应得女孩的心啊 你明明在做着一件自己擅长的事 然后还跑来抱怨 明明知道自己沟通不好 还要一再说是她不愿意找你聊天 我们在情感当中真的是扬长臂短啊 你拿你的长相出来好好地发挥 她自然会感动嘛 你看我男朋友是不会聊天 我问她我胖我胖 她说你好胖 但是她给我打饭打水 嘘寒问暖 用实际行动让我知道她是爱我的 女生也一样 你明明就是一个嘴皮子很厉害的女生 你需要的就是一个能够在你身边 不要跟你来回地说这些 没有意义的话 能够愿意照顾你的人 你干嘛老闲她不会沟通呢 那会沟通的人 你适合吗 所以在最初其实吸引彼此 都是对方的长处 而如今却把长版变成了短版 那不是自己找罪收 你们应该静下心来 想想我真正需要恋爱的对象 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等你理清了思路 再去看对方 也许这男孩挺可爱的呀 你看他笨笨的 但是挺老实的 这女生也挺可爱的 你看他撅着嘴 发小脾气的这个小样 我还挺喜欢的 你不就喜欢他能说会道吗 所以理清思路再去面对 想清楚分手不分手 再去做决定 但我希望的是不要恶言相对 至少是一段美好的回忆 祝福你们 谢谢 在这个场上 情侣之间有各种各样的情绪 但你听得出来 哪种情绪是为了什么 有些人的情绪是控诉 有些人的情侣是抱怨 还有一些人的情绪是欣赏和赞美 我知道 虽然 请关门 好了 接下来我们看他们的选择是什么 请开门 有网友提问说 我结婚七年 孩子五岁 老公是个比较热情的人 一看到朋友家的小孩就特别喜欢 又亲又宝 可是每次父子俩到家 孩子都跟我说 爸爸基本上没有陪他 都是自己在玩 老公说他每天工作忙 没时间管孩子 对别人的孩子好 只是拉近大人之间的关系 现在儿子非常的排斥父亲 我家在中间到底该怎么办 听你的描述啊 真的觉得这位丈夫 这个爸爸是一个自私自利的人 但这就是你的丈夫 你孩子的父亲 如果你并不想离婚 你能做的只是在中间调和 告诉儿子 爸爸工作的不易 也要告诉老公 不管儿子 不教育孩子 将来会老无所依 再一次的感谢现场 以及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的 收看和陪伴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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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